我是你们的主播 忘记了 错了错了 不对不对 说错了 从来一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川在日本的主播面包杀手 如果说中国人求学最顺利的地方是五台山的话 那么日本人保佑考试金榜提名 求学顺利的一定是这里 北野天满宫 作为京都最有学问的神社 它的主要继承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代表 坚远道真 它不仅是一位贵族 汉世人 政治家 还是历代天王中最年轻的秘书 啊 凄 咱们过来看一下这里的会码 上面有什么就知道 这里面主要是保佑什么的了 看来日本人也会考前临时抱佛脚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过 各位看起来都死从相识 不过北野天满宫的看点可不仅仅于此 由于坚远道真真的非常喜欢梅花 他不仅为梅花创作了很多诗歌之外 哎 梅花也非常爱它 传说坚远道真被流放九州之后 这些梅花由于思念主人亲切 很静自拔地而起 连夜飞去了九州 落地太宰富 还跟坚远道真生活在了一起 这个就是非梅的传说 那每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左右呢 就是北野天满宫的梅花祭 来自旁边邻居上七轩的五季 一季们会在梅花院里奉茶 环绕在一千五百棵梅树之下 好家伙 这边呢就是上七轩了 京都的五大花界之一 其他四大呢 还有奇缘甲 奇缘东 宫船厅 仙斗厅 上七轩除了有众多茶屋以外呢 还有很多传统公寓店 这边就是以前我们采访过的一家 据说呢 在市厅时代重建北野天满宫的时候 剩余的建筑材料曾用来修建七个茶店 就是上七轩名城的由来 一只红线出墙来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回到北野天满宫 传说中呢 北野天满宫有天神七大不可思议 今天呢就要先给大家介绍这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北野天满宫呢有三百座石灯笼 其中一些灯笼的底座上描绘了大黑天神 看看你能不能在这个大黑天神的嘴里放上小石头 据说呢 如果你成功的话 那你就不会为钱所困了 而且成功放入小石头 在准备入学考试的学生中也很受欢迎 因为它沃起奶不会掉落 我其实喜欢北野天满宫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这边的好吃的店铺真的非常多 并且个个都是百年老铺 比如这家塔瓦拉鸭 你看他们家的乌冬是不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我吃过两次啊 第一次能吹牛逼 我吃一根面就能饱了 而且你看他们家的这个房子 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还有这家每次来都需要排队一小时以上的茶屋 创立于平成四年 除了招牌的豆腐以外 还有豆油皮啊豆乳布丁之类的 说实话我真的挺佩服京都人的 为了一口豆腐我愿意排队一个小时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川在日本的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留言区 与我们多多评论互动 天使一下 那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